丁可同2017年结婚后 陆续生下两个可爱的宝贝儿子 时常会发文分享生活大小事的他 最近在社群透露去香港的时候 他带着孩子去银行时 发生一件有趣的事 他发文写道 本日的重点就是 我下午西带两只去银行办事 太久没用的户头被冻结需要解锁 原本很担心要等非常久 结果行员拿我的卡查询时 问我你是明星吧 而在对基本资料的时候 他之前有填写行业别是模特 不过行员就跟他说 你不只是模特吧 你应该是明星 对此他开心表示 我从前觉得香港银行的行员都好严肃 今天以后觉得您是我在是父母 还说自己离开银行的时候 走路都很有风 逗训的贴文灵大批粉丝全都笑翻 也纷纷大赞他的明星光芒太抢眼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